嗨大家好,我是库吉拉 不知不觉间呢,悉尼已经封城快两个月了 在这两个月的时间里面呢 库吉拉都在勤勤恳恳的做饭 就特别怀念吃一顿餐厅 就是那种不劳而获就可以吃到好吃的的感觉 所以今天呢,咱们就要点一个老家吃饼的外卖 虽然说呢,他们家也是可以送餐的 不过呢,因为库吉拉的家里已经蛋尽量就没有吃的了 所以今天呢,咱们就去买个菜,顺便给它自提回来 那么话不多说,让我们赶紧出发吧 咱们现在呢,就到一宿了 然后前面呢,就是咱们要取餐的老家春饼 咱们的餐现在也取好了 但是一说到春饼呢,库吉拉就特别想吃烤鸭 所以咱们现在呢,就来到了这个位于一宿的烧腊一条街 话说一宿真的是好多烧腊店 而且库吉拉呢,其实每家都有尝过 味道呢,都是非常的不错 真的是感觉很难分处告下 烧腊买好之后呢,旁边还有一家北方舒适店 感觉呢,也是非常适合卷饼 咱们就来两个这个猪鼻子 然后再要一个这个红肠 除此之外呢,他们家的猪蹄也是特别的好吃 强烈的推荐 但是呢,感觉不是很适合卷饼 所以呢,今天就先不买 再来吃烤鸭呢,是肯定离不开大葱的 可是悉尼呢,又买不到山东的那种大葱 只有这种小葱 但是其实呢,咱们还有一个选择 就是这种九葱 它的味道呢,没有小葱那么辣 而且口感呢,也要更好一点 咱们的餐现在也都买回来了 但是在开始吃之前呢,咱们还要加热一下这个烤鸭 如果有条件的话,烧鸭呢,最好还是用烤箱来加热 但是在烤之前呢,咱们需要先拿一点锡直 把这个鸭翅,鸭腿和鸭头这些容易烤焦的地方包起来 之后呢,就可以放进烤箱里面用最大火把鸭皮烤酥 鸭子烤好之后,咱们把鸭肉取下来切成片 这里呢,我知道我切的非常的不好 希望小伙伴们一定要轻喷呢 最后呢,为了看起来更有仪式感 呼吉拉还把所有菜从饭盒换到了盘子里 唉,本来说好的不劳而获 现在呢,又多出来一粒盘子要洗 那么现在呢,就让咱们来品尝一下这个烤鸭吧 这个烤鸭用的呢,就是烧鸭店买的饼 还有它这个鸭酱 加一点咱们的葱丝 虽然说用这个烧鸭做出来的烤鸭跟北京烤鸭还是有点区别 但是能在家里吃上这么一顿烤鸭已经是非常的满足了 鸭肉吃起来又肥又香 然后配上那个葱丝呢,又特别的解腻 哦,太过瘾了 这个韭葱呢,真的是非常适合那种喜欢吃蜂又怕辣的小伙伴 它吃起来呢,没有那种小葱那么辣 而且呢,口感要特别的好 鸭鸭每次一吃烤鸭呢,真的就是停不下来 但是呢,还要留点肚子吃其他菜 所以呢,咱们再来最后一转 吃这么好吃的东西呢,肯定离不开一瓶啤酒 接下来呢,咱们就来尝一圆这个在家卫北方熟食买的这个猪鼻子的 一般来说卷饼用的呢,都是猪头肉 但是顾家觉得这个猪头肉里面最好吃的就是猪鼻子了 所以说呢,就直接买了这个猪鼻子回来卷 头感特别的筋的 而且呢,满满的椒圆蛋白的感觉 而且呢,其实这个猪鼻子不卷饼 直接这么下酒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吃起来呢,还有点淡淡的烟熏的味道 而且呢,那个调料给的特别北方熟食的感觉 接下来呢,就来吃他们家的这个红肠卷饼 他们家这个红肠呢,绝对是顾家的最爱 吃起来呢,肉香味十足 而且有那种浓浓的蒜的味道 而它这个红肠呢,吃起来非常的方便 也非常的百搭 无论是吃面还是吃饭的时候都可以配着吃 而且就算什么都不吃的时候 直接切两片,这么当零食吃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尤其是拿来下个酒 接下来呢,咱们就来品尝一下这个老家春饼 他们家这个饼呢,就跟刚刚烧拉店的完全不一样 特别的薄,应该是那种半烫面的那种 咱们就先来一卷这个,库家最喜欢的铁丝小串 这个羊肉呢,肥瘦相间的,而且吃起来特别的嫩 再加上那个浓浓的紫然和辣椒面的香味 如果是没有吃过这个羊肉串捲饼的效果 一定要试试看 绝对是完美的组合 而且这个老家春饼的饼呢,就是明显比那个刚刚那个烧拉店的要薄很多 而且呢,是吃起来比较筋道的那种 跟这个羊肉的肥油搭配在一起,就显得又肥又香 但是呢,又不会腻 吃完这个羊肉串,嘴里还有淡淡的紫然的香味的时候呢 喝上这么一口啤酒 真是顿时就感觉回到了国内地摊的感觉 羊肉串吃的呢,稍微有点腻 咱们就来一卷这个土豆丝卷饼 这个土豆丝卷饼呢,应该也是卷饼系列中的经典 他们家这个土豆丝炒的真的是超级的好吃 但是我也真的很难清楚 它是怎么把这么普通的土豆丝炒的这么不同的 就是感觉那个油特别的香 真的,它这个土豆丝不知道用的什么油 那个油呢,特别的香 有一点那种淡淡的辣椒的香味 然后呢,还有一点不知道什么的香味 反正呢,胡家觉得能把这么普通的土豆丝炒的这么好吃的话 真的是有两把刷子 胡家本来呢,是一个不喜欢吃蔬菜 尤其是不喜欢吃土豆的人 但是这个土豆丝呢,真的是强烈的推荐 接下来呢,就来一卷这个金香肉丝 它这里面配的呢,还有薄脆 葱丝,豆腐丝 还有这个胡萝卜和黄瓜丝 它这个葱呢,给的是小葱 吃前呢,应该就是那种比较辣的感觉了 因为它这个呢,是好几种菜搭配在一起的 所以吃前呢,口感非常的丰富 而且味道也非常的符合 就并不是那么单一的金香肉丝的味道 而且呢,它这几种配料搭配起来 其实也是挺有奖励的 你别看有这么多种 吃前各自有各自的味道 但是呢,却都不会抢那个金香肉丝的原味 这个薄脆就是这个口感上的点睛之笔啊 接下来呢,就来品尝一下 库家最喜欢的东北菜之一,锅包肉 哇塞,他们家这个锅包肉好实在啊 里面好厚的肉 甜酸的那个味道恰到好处 美中不足的呢,就是这种锅包肉呢 打包回来肯定是没有在餐厅里吃的那个口感的嘛 但是封城在家里吃上这么一个锅包肉呢 也是非常的满足了 唉,实在是吃不了了 剩下的呢,咱们就留着明天再吃了 这个老家出品的菜量实在是太大了 总结一下呢,这个老家出品还是强烈推荐的 味道非常的好,而且菜量非常的足 这四个菜呢,加上饼才不到80块钱 至少够三到四个人吃 再来这个加热的北方熟食呢,也是强烈的推荐 味道非常的地道 尤其是北方的小伙伴 吃到了之后一定会感动到流泪眼 最后这个烧鸭 强烈推荐给最近丰盛的鸭又急需吃一顿烤鸭的小伙伴 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到底差不多就结束了 喜欢的话记得点个订阅哦 不不不订阅也没关系 我们也有缘再见 拜拜